今天来分享作者薛笨笨的一篇作品 标题叫 晚安 亲爱的自己 一起来听 网上曾流行一句话说 下午三点适合见面 傍晚六点适合想念 夜晚十一点 适合向心爱的人道晚安 底下有人暖心恢复 请别忘了 也跟自己说一声晚安 是啊 我们一生中跟很多人说过晚安 当孩子时 跟爸爸妈妈说晚安 上学交朋友后 跟朋友说晚安 结婚成家后 跟爱人说晚安 生起父母后 跟孩子说晚安 可是这么多的晚安 我们唯独忘了认真地跟自己说一句晚安 就像我们曾经 跟很多人说过 你很棒 但却唯独没有对自己说一句 我很棒 小时候我们可望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可长大后 我们慢慢地被外面更大的世界所淹没 也越来越在乎别人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只是这种淹没和在乎 让我们一点一点失去了 对自己的关心和呵护 外面的世界再大 再精彩 我们始终都是孩子 都是需要被关爱 被鼓励 和被陪伴的孩子 我们如此拼尽全力 用心去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那么 当夜深人静 退去忙碌之时 每个人 也就都值得一句 温暖的问候 晚安 这句问候 和年纪无关 和身份无关 和收入无关 和想得到一个祝福有关 和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有关 如果今天过得开心 对自己说声晚安 让一整天的欢喜翻倍 然后带上她入眠 直到明天灿烂的阳光 洒进屋内 如果今天过得糟糕 更要对自己说一声晚安 让所有的不愉快 就此归零 睡前忘掉一切 醒来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对自己说晚安 不是矫情 不是作秀 是和每一个今天 认真告别 是对无数个明天 诚挚的期待 所以 不要等待 不要犹豫 一切就从今晚 开始吧 如炊前 请记得 对自己道义区 晚安 好 好 感谢观看